男教师用假身份设立社交媒体账号 与少年男女聊性话题 发送猥亵视频和照片给6人 诱骗对方发送自己的不雅照 被判入于20周 被告郑同伟 36岁 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是一名中学教师 目前是补习教师 他共面对47项控状 控方以其中6项散播猥亵视频 以及一项教唆他人散播猥亵视频的控状提控 被告早前已认罪 11月22日在新加坡国家法院被治罪 为了保护受害者 法官下令媒体不得公开任何可能泄露受害者身份的资料 根据案情 被告从2015年11月开始犯案 直到2019年2月 其中一名受害者报案 刑警才被揭发 这期间共有三男三女受害 他们当时介于15岁至20岁 2013年至2014年期间 被告发现在与他人聊性话题时会感到兴奋 于是在社交媒体设立两个假账号 一个是名为杰斯敏的女子 另一个则是名叫麦克的男子 被告利用这两个账号 被告在脸书上与多名少男和少女搭讪 在逐渐熟络后 会频频聊起性相关的话题 意图诱导对方分享性经验 被告大部分时候会使用名为杰斯敏的账号 与女受害者聊天 让后者卸下心房 把自己的不雅视频发送给被告 其中 被告假扮少女 向当时19岁的女受害者讨教恋爱心得 假意向对方倾诉刚交男友 还昵称对方为姐姐 双方熟络后 被告要求交换裸照 找来一名陌生女子的照片发给受害者 欺骗后者把裸照发给她 被告也用类似手段 哄骗另一名女受害者 发送不雅视频给她 甚至还寄信玩具 给其中两名受害者 空方指出 被告有预谋作案 设立假账号 编造身份 欺骗年轻受害者 建议法官判被告坐牢 8-10个月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